大家好,歡迎收看《即使攻略》 我是Vicky 康英文 這一節有Stanley 作嘉賓 Stanley 你好 歡迎大家,如果有任何問題想問Stanley 歡迎打來2046566 又或者將問題電郵到ASKBSChannel.com 和WhatsApp 91571428 或者Facebook和Youtube 做Live去留言,都會盡快解答大家的問題 先和大家看看港股的最新走勢 恆新指數,最新報在29396點,升107點 國企指數升53點,11612點 大股成交1247億 Stanley,今天的市場很悶 但見到快要新年價 不過今天見到,好像之前北水買得比較多的股份 今天都跌得比較多 我正在說的是,是呀 是呀,鮮摩爾 是呀,鮮摩爾 跌股好像收窄一點 收窄跌跌 然後見到龍夫山泉又是 9633也是嗎 不過現在不是很多的 9633 是呀 是呀 是呀,是否真的大家賺了先呢 賺了先 賺了先 但又這樣說,究竟是北水沽 還有其他人沽 還是其他人沽 這個要再看 不過你說,如果以6969 今早上我都看著 但去到跌一成 我剛才試過 你好 是呀,我研究一個寶磚電商 寶磚電商 是不是追你 我先講回那個時候 因為那些北水的股份 其實都還要再等一等 但寶磚電商最主要是 好像有同事都跟我說的 就是本身 因為它應該說的是上星期的時間 它好像有個公告 去到第二次就是說 有些收購 它收購應該是一間 好像有些 公司幫他做一些品牌 不知甚麼研究 還是 不知名字 不知名字 這間公司 我忘了名字 其實同時一些叫收購的消息 令它的股價 有比較容易 但不是第一次 如果你看上一次的時間 是回到一月中 一月初 一月的時間 它試過靠這些叫收購的消息 你的股價 當然 當然 你說這些收購 對於公司 究竟有甚麼很大的幫助 這個就真是 現在不得而知 它還會再去觀察 或者看看收購完成之後 有沒有甚麼叫做協同效應 但是 如果你靠這些叫做收購 這些消息的話 說真的 這些聲勢 我覺得 未必太有持久 某程度上 也要看看大行 如何去看這次的收購 對於公司的幫助 所以你問我這一宗收購的消息 對於它的股價 是否還有沒有 可能比較好一點的幫助 我覺得要再看 所以你問我這隻東西 現在買還是不買 我反而覺得 如果真的借著這些消息的話 那個炒作 可能比較短線一點 所以如果是可以的話 等等先不要這麼急 就升了很多上來 是啊 火銀控股很明顯是炒什麼 應該是炒一些 一些bitcoin的概念 是啊 可能因為 現在不是 我認識那樣東西 那幾天 狗狗幣 狗狗幣 是呀 又升個傻 因為又是誰出點名 說這隻東西是OK的 是啊 但是這隻東西就不知道 我覺得這些是純粹炒這些 這些什麼 什麼bitcoin客概念這些 我就不買 這些風險很高 不買了 因為本身沒有 你說這些火銀控股 它是不是 因為它應該做一些 類似那些挖礦機那些 應該是 但是這些又加重 除非你說 你拿著很多bitcoin 因為整件事很不一樣 如果是跟它做這些機器 我覺得十分的程度 又真的有限 是啊 我想說Ronald 我又說不買港股 又去買了968 角色 角色帥仔 那圖 是漂亮的 要追 那圖是漂亮的 是這些位置 所以你問我自己 我也是那句 我堅持 我都說我是不害怕的 不過我還沒買 現在這些位置呢 那圖是漂亮的 你看到現在這些位置 你可以在新年前 新年前 是啊 買定 買定 當然當是利是 哇 你真是 是啊 真是好東西 是啊 是啊 如果不然你又有很多水要撥出去 你新年 很多利是要派 是不是都撥出去的 幫你在這些位置 我這樣嗎 不知道 十九個半入了 立刻被人拉下來 是 兩隻 是 那隻 是 不是抽遠 是啊 你要杯 這個是什麼 杯 杯柄 對 這隻 我總是都說什麼 我覺得現在這一轉 似乎大概17元 可以打到底 真是很明顯 不過你以回她的走勢去看的話 我覺得它好像轉強了一點的爭議 走勢有些改善 所以變成這隻沒有貨就先拿著 好啊 說潤萬象出現橫行區突破 現價可不可以買呢 之前都說不怕這隻不怕的 沒有問的 LC 現在這些你現在才追 自己想吧 我都會說那句 之前這些橫行區價的範圍 這些位置你敲破了的話 你追的可以的 但是短線都是 因為大概這樣算 它應該是這樣 應該上個星期 都沒有算上個星期的 如果這樣算的話 今天真的裂口上去了 這些位置應該都會追的 如果解釋追貨的話 今天早上的時間追的差不多 一追好像有一點問問的 它有些什麼消息呢 好像我又看不到 今天的物款又不算升得 加上什麼指數 那些什麼 我覺得像是那些因素 才會這樣彈上來 都是像是 但是沒有啦 你說現在才追 就似乎 未必是很直撥著 反正你今早早那一刻 你叫它高開那一刻 反而那一刻差不多 你叫它高開 已經是高於上一次的頂 反而今早那一刻 你叫它破了位 反而那一刻要追 開始就追嗎 不怕是陰人呢 它今天那一刻是 不是你開完那一刻 之後它再招上去 是哦 如果你見到那些情緒 即它一招上去就要追 其實是 短炒是這樣的玩法 哦 那大概要有多少目標呢 沒有 如果這樣計算一條數 當你之前在大概是 40 45 這個位置走的話 就先在50元 所以今天它剛剛這刻 曾經到了接近50元這位置 所以如果是這一隻的話 其實你幫我現在追不追 不追 不追 3738 看樓眼我 沒有人猜到頂 這隻都是誇張的 頭怪是誇張的 你看那套這樣走的 是啊 是啊 我今天為什麼1萬G7 你又未必敢買 我都不敢給你買 我只能說一句 這些也是 一回就買 這些不敢不博 不博 聽起來這麼誇張 8083啊 幾元幾元 彈上來 5、6元這位置彈上來 少了多少倍 上一年11月的市場 這些全都是 是啊 太誇張了 但是這個版塊還有什麼可以選擇呢 SARS這些 SARS啊 我一直覺得這個版塊那些炒法 這些什麼 那些什麼 怎麼說 衝擊太大 是啊 沒有理由這麼誇張 你覺得今年他們是否都是強勢股呢 看政策看氣氛 是啊 真的看氣氛看政策 但是這一隻 始終我也是那句 這些事情這麼厲害 除非這個業績出到來 是對白 如果不是的話 真的一下子彈下去 真的不奇怪 但是今年我還是覺得 你說要高水的話 當然 強勢反派高水 就好像選擇 是直撥一點的 這個是真的 就是你難道放在落後那些什麼 落後那些升上來 你一升一陣 你也馬上走了 是不是 但是你說強勢這些的話 你說來擺一下 就是當叫做 代足波去破頂的 OK的 但是有差這些 它走勢 其實有點弱了 是嗎 它轉移那些弱了 是啊 所以這些反而 再看一下 連衣服都是 都似是 不然這三個走勢好像好一點 好一點點 好一點點 但是這些我不知道 我對它們的看法 其實真的 或者張海 我想不明白他們那些 那個business model 究竟它有多少賺錢 我想問這件事情 就是明圓雲 都今天有 都回得多深 我也是啊 是啊 我又迷了 你叫它過勢 剛剛好逼迫這條線 今次又問過 好像是胡說也問過 我先給它 我先給它 剛剛這條位 應該是50千線 這位置只要定得住 這位置 你如果是這樣看著 因為它上市紙巾 都是未穿過的 沒錯 等下 是嗎 這些位置駁得不可以 你駁它不穿 駁它不穿 駁它不穿 應該是 我在這裏看看 剛剛好 好啊 世貿服務 873 你怎樣看 好像唯一一隻半身股 還未回去 招股價 873 這隻 這隻 又是現在 你說這些物館的板塊 只是看一下 你的資金是哪一隻 你說這一隻好像 它上市之後 沒有一點特別炒過 是啊 其實它追回落後這些 這些真的要搏一下 不過我寧願你這些 等它的市 或者它的勢 速回來 轉回強一點的時候 才追 會好一點 恆大物業都升了一倍 這隻東西 一向我都說 它是甚麼 這隻的升 真的不說 那些是我之前的時間 一定會炒 你說 是啊 我都明白 這些真的會炒 這真是擔心 不是的 你問我買不是 我都未必會買 哈哈哈哈 盡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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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1 ESR 其實可以考慮 買完慢慢坐著升 這隻都是 走勢都幾好 這隻昨天我在家 我有研究過它 是 因為這隻 我也覺得 挺特別的東西 是不是做物流那些 是 物流 還有一些 它是投資 一些可能基金 去再買一些東西 嗯 是啊 挺有趣的 它那個概念 我也覺得挺有趣的 你看好的 看好的 看好的 很有趣的 我昨天在家裡 有空為我們做 在研究一下 研究一些故事 這隻是我突然想想想 好處有隻故事 很有趣的 有些資料 你會不會推它 這隻 在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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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應該 短期內都不會 想著 你也看得挺好 這隻 沒有趣的 我只可以說 你做一些物流 又是市場 還有它的業務 其實是分三半的 是 有些好像 有一些 好像 有些資金 去投資 從一個基金出來 再投資一些 可能有些收購 可能買一些 物流相關的 柴物的公司 挺有趣的 它的概念 增長 即是上年的時間 上半年 都可以的 但現在 有些價格都破了 是的 這些 再看看 這隻 我覺得OK的 好 6690 Eric問 37元正在坐 後市怎麼看 抓住 先抓住 Eric不要緊 都不是抽很遠 一來 而且你見到稅又不是初 是 之前跌下去 那一刻我想買 即是這隻 他跌下去 這個我想買 你居然想買家庭股 又是擺 我的普通也沒有家庭股 好像沒有見過你買這些股份 但這一隻 我自己看 我有看了一本招會書 我有看過 照文件 其實我覺得又不是差 前景OK OK的 不過這些也是要擺 這些也是強勢 這隻也是可以 北水已經可以買的 好像不可以 這本身有什麼 這本身有A股 是的 有A股 但是你叫他做一次想破頂 先拿著 先拿著 380元 金山軟件 回62元 好不可以買 哇 62元 現在69.5元 這隻 這隻不太喜歡 為什麼 怎麼改 我覺得他不值這些 不過沒有 現在不值 你看到 那些什麼 微紋的 那些 那些 那麼厲害的時間 是啊 金山軟件 其實你看看拆了什麼概念 你說遊戲那邊的發展 他又不可以說去拆 你買了什麼 Office那一隻 因為他有過那些 那條是一些 Office的軟件 我都不明白 那隻 那隻好像也是 不過那隻也沒有賺錢 現在是多人用 但是那邊也沒有賺錢 另外那一份 其實是拆了銬的 那些也是 那那個叫什麼 WPS 就是WPS 但是一樣 就是說那個叫做是Cloud 那樣東西 增長是OK的 但是 現在它的價格升上來的 原因就是 因為Cloud 可能做得比較好 但是Cloud 那些也是在賺錢 但是沒有的 你說這個市場 本身是很有趣的 就像是金碟 國際 刑警都不怕 最主要是因為它Cloud 就說那個增長是厲害的 所以這些現在都很好笑 但是回到二十天線才買 都比較安全 都見到它最近都沒有跌穿 那你上一次都叫輕輕 就是十天線這些位置 就穿過一次 但是下一次 如果你想買的話 就跟你說 就是二十天線這個位置 不過通常 如果這位可以穿的話 就要再視深一點下去 就糟糕了 所以你下一次要選這隻的話 就真的駁它不穿二十天線 但是這位穿的話 整件事我看得差不多 好啊 Tony問1799 新特能源 二十六個八有貨 上網和止捷位設在哪裏呢 這隻這麼高追啊 啊 算 二十六個 哦 是啊 這隻雙 我怕是走雙頂 這隻 關鍵是二十三元 真的 你看實 新特能源這隻又炒到瘋 這隻 是啊 你這隻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啊 是做一些能源的東西 是 是 是 能源的東西 很厲害啊 你真是 很厲害 你幹什麼啊 你剛剛說我聽 多精鬼 有些 哦 是 哦 OK 我們之前炒三百零零 炒完它 哦 但是這隻的圖 你要留意住二十三元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可以穿的話 也是鬼法 二十三元只虧 是啊 你自己留意住二十三元 真的要看著 好啊 二二零八金峰科技 十八元買了 繼續坐 等政策好嗎 可以先拿著吧 不過話說 他知道一定有政策出來 金峰科技 不過是突然都要留意一下 你看它的走勢其實是弱了 雖然你問我的話 我覺得這隻可以摘 但是有個事實就是 它的圖是真的差了一點 如果真的要看的話 這條算大於十五個半 你這個位置 十五個半 真的不要穿了 因為你看它 這條線是有些指標性 它一直是沒有穿過的 嗯 現在其實走勢真的弱了 嗯 穿十五個半的話 怎樣都好 減一減網線 我不知道你多不多啊 Eric 但是有課的話 穿這個位置要走一點 是 阿里伯伯 見到星期日 有反壟斷的新消息 怎樣看呀 馬九八又沒有說不走呢 哈哈 一夜已經說沒有人走 我實在說 你不用想 其實你講到這個板塊 那個情況 就是永遠都是的 你BAT 或者ATM 你為什麼要買它 為什麼要買A 就是那句 你明知道 其實每次都是的 它每次的股價炒上來 這一段的時間 這一枝竹 為什麼炒上來呢 這個標不可以戴上去 是 為什麼呢 就是馬雲出來見面 那段視頻 嗯 這一枝出來是什麼原因呢 就是當日說這個 什麼 什麼 馬蟻有新消息 可以上市 可以上市 是 但是問題就是你想想 現在的A.B.B. 就要靠這些消息 開銷價才會有些異動 是 它的本業呢 其實我都說過 它的本業不是差的 它的業績表現是真的很OK的 但是問題就是 現在你的問題是晚禮真的不行 就是你這個買集團 究竟現在 究竟說 什麼時候上市 又說什麼兩年內 爭取上市 但是兩年內的時間 你想想 兩年 不要說兩年 半年發生什麼事 你都不知道 是不是 那你會和你怎樣改它 是不是搞到它給了一間銀行呢 就是整件事 本身已經是對它 我覺得其實對它幾不利 就是很多消息 你再看下去的話 都幾不利 而且當你有支音也好 給你選的 你真的寧願 可能你會說 我可以擺的 就是這樣 你不想擺阿里巴巴巴 就是要擺 擺一段很長的時間 不知道怎樣 那你選的話 寧願選騰訊 廟宇同學 有筆水 是不是 所以其實整件事本身都 除非你真的說 我很忠誠於它 我買它 如果不是不後 如果不是都放在其他地方 還賺得多 那問題 我都會覺得有點可惜 你說阿里本身是否真的差 它真的不是差 它的業績真的 我覺得是很不錯 但無奈是說你會買它 你問我自己會不會買它 我都未必買它 真的 但是我覺得是可惜 還是很可惜 好啊 Eric想過另一隻 9666 金科服務 黑馬股 你說 你以前是不能研究 金科服務 記得大可目標 在它四十幾元的時候 是六十幾 現在它還是在高位 這隻我先研究一下 金科服務 9666 研究完 告訴你 這隻真的不懂 好 完全沒有研究 好啊 6060呢 份業績有沒有看 沒有什麼 它不是業績 它是出型起 是 它要規短 它規短盈利 就是規短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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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因為本身它這一轉 它好像上半年的時間 它已經是 它已經是 好像有微利 有盈利 所以你去全年 它有盈利 不出奇的 但是你說中安在線 我經常都說 它的基本面 或者它那個公司 的法治 我是有保留的 嗯 所以它升上來也好 都是指而短 就是指而少住 你這樣看阻力的位置 在哪裏 上面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 而已 不是253 不是253 你搏就搏這些 但是這一隻 我覺得 真的不是那麼白 好啊 Eric問反弄斷商家股 會有明確消息而穩定 價格定向下呢 那就看你本身 怎樣去界定反弄斷 這一樣東西的影響 但是好像現在這樣計 現在不是阿斗 沒有告騰訊的 是 這樣告它 當然 你這件事 又再去 可能再審 再上庭 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 但是問題是 如果以你現在告的那件事 它最高的罰款 是9千萬 嗯 9千萬 9千萬很少 就是 問題是 這件事 有沒有影響呢 不知道 一銀貓上 你看下去 其實不太多 好像在針桿 也挺 是的 但問題是 可能你覺得 這件事9千萬之後 原來的措施政策 是會動的 有很不同 但怎樣做 所以你問我 我又不會很在意這些 特別是內地現在 坦白說真的 你叫丹 都是丹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騰訊 沒有什麼 你見過那些股票 都還硬正 對 所以我反而在地上轉 我又不是很擔心 除非你也知道 那些措施 是真的猜不到的 那我就說 好啊 2128 中國聯數是否買入的機會呢 這一隻 可不可以分析一下 今天都升半成 不過這次 反而有些想法有些奇怪 我覺得是 因為其實 如果以往一段的時間 2128 和那些水泥板塊 其實那個我叫做走勢 某程度上 幾類似 因為大家都是 如果這些 2128 即聯數 去做些什麼呢 其實某程度上 它主要可以做一些 叫什麼 供水 那些什麼 水泥 那類相關 它做一些塑膠鋼管 是 例如起樓 又用一些水喉 這些 卡卡 所以按道理 樓師好的話 它不會太差 甚至乎 如果我們做些什麼 農田水利那些 它都會幫助 所以股價 為什麼這一段時間 可以打得這麼好呢 某程度上 我覺得是和一些 淪田水利那些 有些關係 但是問題是 當你水泥板塊 股價 這麼弱的情況之下 它的革命這麼強 我有少許戒心 我意思是可能 它這一刻的聲勢 能否保持得到 除非有些水泥股 可能有些東西 會做得比較好 那這一點成事 會合理的 但是假設水泥板塊 股價 可能會變得 可能遲些轉弱的話 我覺得它都可能 有些影響 所以這一隻 你問我的 假設你沒有貨 這些位置都不考慮 等一下先 好啊 還問 農夫山泉的老闆 辭職 會不會對股價 長遠有影響 它辭職嗎 好像沒有東西 有嗎 我覺得它應該不是 大股東的 我會特別去看這一則新聞 但如果按道理 除非它減持股份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高管他們不做 可能會有短暫性的影響 但是不會多 尤其是這麼大的公司 講真一句 其實已經安排好了 對於每一個人的離職 影響到公司的法事 所以其實按道理又不怕 是否除非它有代表性 我做的問題 最主要是除非它是大股東 兼社沽課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沒有什麼影響 我覺得不是很擔心 遲任萬泰深 董事長等職壞 如果有些私人原因 可能因為已經年紀大 那些 其實也沒有什麼 好 問題都回答完了 時間差不多 我先和Stanley申報 有沒有持有以上提報的高分 有廣交所騰訊 這些也是 好 今集時間差不多 稍後回來會有其他直播節目 稍後見